欢迎大家来到又画的水彩风景三期的预热课堂 欢迎大家 我是小爱 我是小爱 好 那我们今天来先来说一下我今天所画的这个图啊 它看上去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图片 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放出来 因为刚刚被遮挡住了 那现在就在大家的一个左上角 是一个比较偏简单一些的一个水彩的一个基础课程 那刚刚我在说的时候有说到四个字 我们今天是预热课堂 大家知道什么是预热课呢 因为我们老学员都会清楚 我们优化在开设一个一门课之前的一个月 会有一节的预热课 那这个预热课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我更了解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 那你向我们的风景三期课程就即将要开课了 那么预热课的一个主要就是想对我们风景三期的一个学员多一些了解 能够为我们之后正式上课的时候做好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除了在bilibili上有直播以外 还在我们的微博上开启了一个直播 大家呢可以选择可以留言的一个设备啊 比如说你在b站上是不能留言的 那你现在可以去优化关注我们优化的账号 那么微博上啊微博上去关注我们的账号 就可以在微博上跟我进行互动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 你的问题也会很好的反馈给我 好吗好的话敲一个一 好的话敲一个一哦 因为我们今天是开课前的一次预热课 那么我们正式上课的三期风子的学员 大家要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线上的一个教育 我们不是一个面对面的眼神教会 就没有这种过多的接触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动动小小手指啊 敲一个一 为什么敲这个一呢 因为这个一它就会比较快捷嘛 比如说你懂得敲一不懂得敲二 这样的话我会更加直观一些 好那么我们之后要开始群内上课的话 就要单独在群里面开直播了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 下下周的开学典礼 大家详细的去说明 今天才收到通知啊 以后的这个开学典礼必须要露脸了 那如果大家下下次就下下周的这个开学典礼 想过来跟我捞课的话 可以去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直播间都会开启一个直播的 好欢迎我们后面进来的这些 可爱没有雪的冬娃娃呀 苹果可可猫妈2020 53637GEZ破碎 路过的雨雨春夏 还有5011 这个有些可爱我就暂时先不点名了啊 还有我们的亲 都是一些老学员 还有一些新面孔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预热课结束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布置 大家这一期的第一次一个作业 这次作业呢是对大家的一个真实的了解 了解一下大家真实情况 那么我会在群内进行一次作业指导 那么这个完成作业和指导呢 非常有利于我们课后的一个指导的更加到位 然后对大家能够做到一个一对一的一个音材施教的指导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吗 好 那么如果实在是我们现在没有准备材料的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们的学员是还没有准备材料的 敲一个零 有没有还没有准备材料 就是工具都没有被起的 我们敲一个零哦 老师是我呀 我是大迷糊盘的西贝贝呀 欢迎欢迎欢迎 逍遥自在还有龙龙棒 没有敲铃的啊 有月牙还没有准备啊 那就是之后看我们这个录播的学员 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 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去把我们的这个工具给他配齐权 因为我们话话肯定是需要这些工具的 早早的去配齐 早早的去完成这个作业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进入到我们上课的一个状态 就是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个学员能够做到的 好那至于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学员 也就是说没有报我们的课程的学员呢 那今天我会讲到很多的一个常见的水彩基本技法 不要看我今天这个图很简单哦 就看着简单 但是今天我讲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针对我们零基础 小白入门的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个基本技法的一个解析 所以说大家可以认真的听课 并且课后画一画 做做笔记 那么所谓打好根基很重要 所以说听多少遍基础都是 陆小爽 对水彩作品图 不是在这回复 可爱 不是在这回复 是在微信 微信上去搜索一个公众号 叫又画 然后在那个地方去回复 好吗 好那包括今天这个非常极其简单的一个线稿啊 但是呢这个还会要讲到一些比例关系 那这个现稿的也可以去私聊刚刚我们的人工的科服老师 还有我们的一个班主任老师 因为已经进群的学员是有一个班主任老师的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去问他 好吗 呵呵呵小爽你好 新手包里面的 首先我今天用到的纸呢 是我们国产的宝宏 宝宏的这个纸 大家应该会有听过啊 那水彩纸的这个宝宏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它是300克的一个纸 我们画水彩 记住 至少要300克 记住哦 我这个知识店已经说了 就不要再问190克可不可以画 最少300克哈 然后呢 再就是这个纸 它是中粗绵浆纸 对 是宝宏啊 中粗绵浆纸 我们之前有讲过 绵浆还有木浆 我们水彩纸主要是分为这两种 一个是绵浆木浆 那么木浆的话 它不是那么针对于小白 因为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画 它容易把颜色洗掉 那么有些学员就说了 把颜色洗掉 这不是很好吗 水彩不能改 木浆纸就可以改 不是这个道理的 它之所以能洗掉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多次进行上色的时候 它就会达不到一个颜色的深度 它就会把底层的颜色洗掉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这个什么 棉浆纸啊 棉花这个非常吸水 好 这个就是一个纸的一个问题 好 OK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颜料 今天用到的颜料 是我们温纱的管状的基础款 基础款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那这个管状就非常便宜了 就一只的话 平均下来也就几块钱吧 几块钱 然后呢 它会有24色 我们在优化的店铺去购买 我们的新手包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基础入门款的一个 温纱牛顿的一个水彩颜料 那这个颜料呢 我就把它挤到了一个分装盒里 那当然我们的新手 就是我们的 在优化买店铺的学员 会配的是这样一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是我非常喜欢 非常爱用的 只不过现在为了我们的教学 为了视频的播放更加的 能够没有那么拥挤 所以说我就会替换一个小的 大家用这个就非常OK了 没有问题的话 再敲一个三 老师你手心有一个脏东西 老师手心的是个痣 老师手心是痣 我的我的宝贝们 我我忽然间想起上次说什么来着 把我给逗乐了 我猜老师拿出颜料和花 之前会说随便擦擦 对对对 很懂我啊 这个就是这个颜料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笔了 笔呢 今天会用到的是一个梦 这个梦星河 也是我们又画的一个王牌的一个 自主生产的一个毛笔 性价比很高 又很好用 笔毛很软 弹性很弹 弹性很弹 这是一个什么话 弹性很好 然后他画细节的时候就会非常棒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预生烟 我确实平时用落小霜会比较多 因为他比较坚固 我优化风景 优化花卉就比较坚固 但是这一款的预生烟呢 是新道的一批 刚好刚开封 然后他没有打那个字嘛 然后我就当试验这个笔 新新道的一批货 我们是要试验的 不好的话 我们就要退回去重新做 这个我今天就拿这个来用啊 它是预生烟 平头刷呢 它是西方的西方绘画的笔 你像我们中国毛笔就很典型了 西洋画笔的话 就是平头刷 还有这种啊 就是这种平头刷 两个型号 一个四号八号 然后大家可以一会儿用来刷水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听家 也是优化的自主生产的毛笔 它是用来勾一些细节的 看到没 对弹性很Q弹 对对对 好的 清水笔用便宜点吧 也没有这个说法 这个其实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些笔都性价比很高 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说那么贵 然后清水笔的话 它也要 这个肚子要有水分去蓄水 这样会比较好 我平时普遍的话就是两根梦星河 或者是梦星河再配一个什么 单纯 这个单纯 单纯的这个就也叫小红毛 它也是比较好用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煎好的笔啊 就是软硬适中 对呀 这名字都是我们幼化的老师去起的呢 去翻遍了不少的古诗词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些评价的一些笔啊 带货达人 没有没有 只是在课前的时候 还是要给我们刚入门的一些学员要说一说 因为其实这个笔 它是在水彩中是最不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个笔的话 我就用便宜的 它完全是可以画张一张画的 但是我刚刚第一个介绍的这个纸 它就会比较重要 所以说我平时评价用的纸就是宝红了 那再往上的话 就是前几次的传承阿师霍多福 当然是再往上了 但是我们最评价的一个宝红的一个纸也不错 当然宝红还有现在分了一个艺术家的纸张 那这个的话肯定会要比这个纸会更加好一些些 好了 要我想想我介绍完美 好 对于新手来说啊 这个水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画水彩 水彩之所以有一个水字 它就是一定要用水 那有一些新学员 他就是不用水 他知道是水彩要用水 他只是把水当成了一种涮笔的工具 有没有 那它其实是我们水彩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我们并不是拿它当涮笔的 而是要大面子去应用它 而且去控水 所以说我准备了三格 虽然脏脏的啊 大家忽略这些水是干净的 分了三格 始终保持一个地方的水 它是干净的 我们用这个格子的水来作为它的清水 清水 也就是说这个格子里面的水是不涮笔的 好 接下来两个格子水随便去涮笔 脏了也不用去换 明白的话 敲一个三 自来水就OK 但是你们波波老师之前在讲这个人物的眼睛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认真听 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画水彩 我刚刚说了水也很重要 那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你想去画一幅作品的话 你想去表起来的话 你想去它更透彻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灌饮用水 就是纯净水 因为纯净水的杂质会更加的少一些 OK的吗 OK的哈 我看大家都已经敲了 好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预热的一个课堂了 今天的这个课呢 看上去比较简单 基础知识也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记一记笔记 首先呢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画面的构图比例 我们总说这个风景啊 我会画啊 花卉啊 我会画啊 我是不是学了花卉 我就会画风景呢 其实花卉和风景之所以我们分两个课程 是因为它所富含的技法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所应用的技法的位置 所用技法的步骤 包括我们的一些构图比例 包括我们所讲的知识内容点 的分布是不同的 那像我们画风景呢 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这个构图比例 就像我们去出去旅行 我让我的家人去给我拍张照片 那这个就是一个构图比例 把人放得很大 把这个船放得这么大 这么老大 那它的这个构图就会不清晰 那我拿这个铅笔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啊 好 首先呢 我这边打印了一张 打印了一张这个略智的墨水啊 就是这个最近好像这个墨水蓝色没有了啊 大家凑合看 但是左边是有一个圆图的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例 从这个水平线 我们在画陆地的时候可以地平线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是分上面跟下面的一个区分 也就是天与地天与海水的一个区分 那它的一个界线 我们把它标志出来 好 上下的位置我们把它标清楚 看到了吗 好 我们大概去测量这个比例 啊 它大概是一二三 基本上是在一个三分之一的一个范围内 看到了吗 或者是比三分之一多那么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就记住一点啊 大家要记笔记 我们在构图比例上尽量可以做到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些都是一个偏向于黄金比例的一个点啊 一个构图 那如果你的天与海水 天与地 它的一个比例是二比一 就是等分的等分的一比一 等分的啊 这种这种一个方式的话 它就成了一个对半 对半的这种比例呢 会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 就像你把天留得很少 把地留得很多 你试想一下这个海水在这儿 那它就会显得这个很压抑 那你可以单独去描述这个海水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横构图 因为之前有一个学员 他画的就是一个横构图 横构图 它上面留到这个位置 看到没 这个时候天 它就留得比较少 它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夕阳 下面画了一个海水 这样的构图也是OK的 但是呢 我们对半分的这种构图 如果像我们今天的这张图来看啊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拘谨 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取舍 我们按照这个构图的比例 也是这个拍摄家的一个比例 一个三比一的一个构图方式 明白吗 这点的话明白 敲一个一好吗 时间贵不贵啊 水彩的话 比彩千的纸 当然会要废一些 要要这个多一些 因为水彩的话 它是需要去练习的 它没有彩千项 不停的去叠色 它的修改 它给你修改的余地 会相对于少 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代表不能 不能修改哦 我一会儿中途会告诉你们 去怎么去修改的 我今天要多喝一点水 不然的话就没有力气去讲 好 注意这个等分比例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 好 那么至于这个船的 这个形体的话 我一会儿单独去讲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们水彩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颜色 颜色也是我们水彩中 非常重要 我们去画色彩 一定要先去看 先去熟悉 左边的这张图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会用到哪种颜色 通片的蓝色 有没有 天空也是蓝 海水也是蓝 这个小船也是蓝 但是蓝色的等分是不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拿到了我的这一个色卡 那这是我提前做好的色卡 那这个色卡呢 我们来看一下蓝色区有哪些啊 好蓝色区我找到了是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 首先是湖蓝 太金蓝 孤蓝 群青 看到吗 我给大家念了一下啊 中间的这个青莲 它属于一个偏紫色调 所以说在我们24色的温纱入门款里面 总共有四个蓝色 我们分别用这个四个蓝色 给大家去讲一下色彩理论知识 好吗 好 首先呢 我先拿出我们的这个湖蓝 说到这个的时候呢 插拨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个小喷壶 这个喷壶在优化店户也是有卖的 好 把它喷湿 喷湿我们的这个管材 虽然它是管材 但是放到这里面放久了 它也会表面这一层会干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喷湿它 想到了初小的话啊 这个盘子随便擦一擦 平时这个盘子是不用擦了 知道吗 你像我要掩饰 给大家掩饰基础的话 我就一定要擦了 今天还要擦的比较多 哈喽 哈喽 讲究人 很讲究啊 好 首先呢 那我们来先拿出我们的这个梦醒盒 我今天讲的戏啊 虽然说这个都是简单 但是我今天就能够讲的细一点 我们作为入门的选员就听的会更加准确一些 好 比去占轻 占清水啊 我要转一个 转一个位置角度 这样 好 首先呢 我先占取我的一个湖蓝色 它是这个颜色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用色 好 蘸上那么一点点的水 这个地方挡住了哈 蘸上一点点水 刮一下 好 再蘸一点水 那我做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呢 想让大家看到单一的一个颜色 它是如何有一个深到浅的一个过渡的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湖蓝色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湖蓝色啊 这个湖蓝色 它相较于我们的泰晶蓝的话啊 它会没有泰晶蓝那么清透 泰晶蓝它就相当于我们熟知的天蓝色 它叫一个泰晶蓝啊 在这个品牌里面 那这个湖蓝呢 它就是 它像湖水的那种蓝色 它没有那么的透彻 它好像里面会有一点闷闷的那种蓝色 就是没有那么亮丽 我现在演示一下我们的泰晶蓝 涮笔啊 不用换格子 还是你那个刚刚那个水里面 蘸取这个泰晶蓝 大家看一下 我用同样的这个笔 刚刚去进行一个蘸取的 你都能感受到 它一开始下笔的这个深浅度就有不同 看到了吗 好 再加点水 好 这个就是泰晶蓝 大家看到了泰晶蓝跟我们的这个 湖蓝的一个小区别吧 泰晶蓝它显得更加的透润 它的这个颜色没有那么的闷 你看这个蓝色它就很透 而且我们温纱的颜料本身它就是 全世界啊 这个透明度非常非常高 的一个品牌颜料 所以说它的透度是非常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孤蓝 好 加上一点点的水 去稀释它 再加上一点水 看到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孤蓝的颜色 孤蓝它跟我接下来要用的这个群青 这两个颜色会有点傻傻分不清 大家看一下 我一会说一下区别啊 对 各厂家的这个颜色的名字 它会各有不同 但是基本上的一个 比如说柠檬黄呀 大红呀 深红呀 部分的这些颜色 它是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只有少部分的颜色 它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所以说它的名字也会多少有一些不同 好 群青 加水 好 大家看我刚刚一个小举措啊 小举动 就是说我一直在加水加水 所以这个水它并不是一个涮笔的工具 它是一个调和机 它是调和我们在进行玩水采的时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四个颜色啊 这四个颜色是我们温纱24色里面 主要的这四个蓝色 那首先呢 这个湖蓝我刚刚已经说了它的一个区分 这个颜色会稍微闷一点 这个颜色会稍微亮一点 我一般在画天空 我一般在画海水的时候 我会用太晶蓝会比较多 OK 好 大家能够在镜头中看到这个群青 看到没 里面那些小点点的给我敲一个零 来你对比一下 能够看到里面的细微的小毛毛点的给我敲一个零 看谁的眼力好一些 对 斯卡我会在第一堂课教大家画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课前预热 因为我们开课还有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对 看到了吗 好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群青 这就提醒群青的这个颜色 它在研磨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有这种沉淀 也就是说这个颜色在研磨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些沉淀色是没有研磨开的 它没有那么的透润 所以说这个在每个品牌当中 各个品牌当中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沉淀色 而且它并不是单之有 它可能是个别的某之有 那有些学员说那沉淀色好还是不好呀 那你像DIS的沉淀色 它就会作为卖点去卖 那有一些画古风的一些画家 他就会选用沉淀色 比如说我上之前的那堂公开课讲的古风的 颜才 那它里面就是矿物色颜料 它的这种沉淀色会很多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水彩当中也有部分的管状颜料 会有这些沉淀色 不能说它好 不能说它不好 但是因为它有沉淀 所以说我们记住啊 记听 我们在画天空 在画海水的时候 能用的多能用的少呀 要用的少一点 晓得了吗 要用的少一些 不然的话你看这天空多纯呀 这海水多透呀 你用那么点沉淀色 就会导致这个画面的视觉效果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该用还是要用的哈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这张图 天空的颜色怎么去调 看一下啊 你现在就要学会动脑筋了 我在边讲的时候呢 你要边去看 你要跟着我的思路走 这样的话你这堂课才能学到知识点 那么左边的这张图呢 它的天空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它的颜色呢 偏向于什么呀 你看 它是不是有点偏向于这个 孤懒呀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一个一哦 有这种感觉敲一个一哦 哎我看到我们微博有学员互动了哦 特别开心 小白 特别开心 因为我们是在B站上大家互动嘛 然后微博上这几次才开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多互动的 看到了哈 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这个孤蓝色 孤蓝啊 孤蓝跟群青就是说 它的沉淀色会比较多 那这个孤蓝色当中呢 你还可以去调和这么一点的一个颜色 大家看啊 好 这个是泰晶蓝 泰晶蓝 我先把我的笔打湿 好 调取我刚刚的这个什么 孤蓝 调到一起啊 调到一起 随便调 好 那这个颜色呢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画天空的一个颜色 我们其实如果用肉眼去看啊 你可能会说 老师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区别 但是呢 它在两种颜色进行调和的时候啊 它的饱和度会下降 同时的话 它的颜色会更加的有这种变化性 是在干了之后会能看 如果你单一的只用一种颜色去进行画天空 它会缺少一种生动感 并且干了之后 你会觉得那个颜色显得非常的生 什么是生啊 知道这个生硬吧 生硬 就感觉很 这个这个画感觉好像是个打印画 就没有这种水彩的混色的一种味道 明白吗 所以说你至少可以给我混两种颜色去画这个天空 OK吗 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的一个颜色 好 那我们这个颜色说清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水蓝色 也就是左边的这个蓝色啊 这个蓝色呢 我普遍就会用到这个太金蓝 好 太金蓝去进行一个调和 而且会相对于来说会比较的偏蠢一点点 那颜色中可以去混混合少量的群青色 群青不是说不能用 我觉得它还是蛮好用的啊 只是在比例掌握方面不要那么高 好 看一下啊 好 我们画海水的时候啊 在群青里面可以混入一点太金蓝 看到吗 它的颜色的话 在刚刚的这个太金蓝的基础上 它会多少有一些群青的成分 大家看这个色表啊 群青 它其实很偏向于带紫色调的蓝 也就是它的里面是有紫色成分的 你们到时候去画就知道了 所以说你看到一张图片 它这个蓝色有点偏紫 你可以加上一点点的群青色 因为群青 它不像青莲 青莲是单独的一个了 这个紫色调啊 它还是比较生硬的 我往往会加这种临近色 它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颜色啊 好吗 好 说完了这个 大家继续听啊 继续听 我们说下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我们水采的一个技法 技法呢 是水采中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之所以要报科去学水采 也就是说一些技法 我们吃不透 没有吃会 光看网上的视频学不会 那么今天呢 我就会讲到两个水采当中 非常常用的两种技法 一个就叫干化法 一个就叫湿化法 我先来说干化法是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画的这个 来 之前小影是不是有问过啊 什么是干化法 为什么要刷水啊 为什么要画湿化法 我们来看干化法 它有非常明确的边缘轮廓线 也就是说这个白纸和这个线 它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颜色它不往上扩 它不往 它 它就是一个该画到哪就是哪 是哪就是哪 指哪打哪 它就是这个一个效果 那么湿化法是什么呢 我来演示一下啊 好 用你的这个笔去蘸 我刚刚这个格子里面的清水啊 这时候蘸清水了 好 用这个清水呢 在我们这个底部的话 给它刷上一层清水 看哈 刷清水 刷一层清水之后 我可以稍微刷大一点面积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用这个颜色给它画 大家看到了吗 来看一下效果 它就叫湿化法 湿化法是什么呢 湿化法它就是底色有水 它是一个湿底 而刚刚干化法是一个干底 它最显著 最明显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呀 这个有明确的轮廓线 这个没有 所以说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 比较虚秒 比较 比较梦幻那种风格 它往往是用这个湿化法会用的非常多 因为湿化法 它能够呈现这种萌的效果 但是呢 湿化法也是所有人最头疼的一点 因为它要控水 因为它要控制你笔上的水不说 它要控制你纸上的水 所以说它就难 它就难在这儿 但是呢 如果掌握了一个湿化法的话 你就开了挂一样啊 就是能够画出非常非常真正符合我们水彩 韵味的韵味的水彩画 你要说干化法 我光用干化法 你的画面会非常干枯枯燥的 它就不像是一张水彩画 它像是一张丙烯 水粉 但是水彩它就是与其他画种不同 就在于这个地方 好 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吧 看到的话 敲一个三 油画也可以 没有完全融合 油画有时候只是巴搭两下 不完全融合 这个词又好 敲一个三哦 嗯 大家今天可以多给我互动 因为我今天知识点会比较输的比较多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以知识点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推进 去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 好 我们知道了诗画法 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天空啊 天空它从上到下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渐变色 那在画风景当中 这个渐变色应用的非常广 因为它这个天空啊 我们去想象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那这个光线有可能是这个日出日落 那这个地平线的这个位置 颜色就会有这种泛的这种波光 啊这种光光亮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这个 有光打到这个位置 那靠上面的位置 离我们的这个拍摄者的角度会更加近一些 也就是说近视眼虚的效果 在之前我讲公开课讲云朵 就画这个云的时候啊 有讲到过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渐变色 我们今天如何画 而且我们今天如何用我们的诗画法去画 好 我来演示一下 刚刚有个头发飞过来了 发现没 好 拿到我的这个大银的笔啊 因为刷水 你要有个肚子比较大一点的笔 它的蓄水性会非常好 讲到头突 这个我不许说 一天一千一千根 我们家地上的头发 经常就会说 头发怎么全都是这么多啊 这么多 好 把这个笔算钻 就是把它算得非常的湿润的时候啊 我们进行一个刷水 大家看一下 好 当我在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需要侧面 看一下它的光会有没有那种波光 大家啊 再侧着这样看一下 看到没 有波光 这是你自己画 你自己的画面的时候 你要看啊 不是说看我的 就是你自己要画的时候 你要刷水 然后你要看你的这个波光 如果这个波光啊 它就非常少 绝对是你的水刷的少了 所以说你要多刷一点 听哈 那有没有学员 比如说初学学员的这个小可爱们 就觉得这个纸 为什么网上的人 他能够不停的实话 而你呢 画一笔就干了 有这种情况的话 敲一个三 水彩画保存 我感觉不如油画吧 可能 对的 是的 你说的没错 所以说油画 它卖的更贵啊 你看你画一幅定制油画的话 首先呢 它有些像古典油画呀 你像我们画油画的时候 它就会要等一层干了之后 再去画另外一层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 可能要相隔一周 一周之后再画 一周之后再画 但是水彩不行啊 水彩你放上一个几周再画 那这个水彩纸 它就脱胶了 水彩纸之所以叫水彩纸 是因为它表面是有一层胶质的 这个胶质 它能够影响你达到这种效果 看到没 没有这个胶 你达不到这种效果 所以说为什么宣纸 A4纸 素描纸 对不对 卫生纸 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一个原因了啊 好 好 大家敲三了 那敲三的话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水没有刷到位 那么我们刚刚刷了一遍之后 我跟大家说说话 我还要再刷一遍 这个纸它三百克很厚 你刷一遍 它没有渗进去 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渴 非常渴的一个小孩 它一直在喝水 你这个时候没给它给够 它这个时候就已经喝干了 它表面 它嘴巴还是干的 所以说你要给它再补点水 知道吗 这个水刷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你前期慢一点都没关系 水刷好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上色啊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板子稍微立起来 好 我把这个后面垫上一个东西 好 因为这边我还要再演示 刷了水之后呢 我们侧着就能看到我们画面当中的一个微光 笔肚子啊 看着没 笔肚子朝下 整个笔打湿 不是只打湿尖尖 我要是看到哪一个小可爱 我们的心血缘啊 只打湿这个尖尖啊 我就要跳到你的桌面上 帮你把这个笔整个肚子打湿 这个肚子打湿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打湿了之后呢 我们用尖尖去画上面 大家看 好 笔肚子画下面 好 这个颜色它会往下流 你都不要去害怕 因为它刷水了 它就会往下去流 那这个时候我们紧接着再继续去刷 对继续去刷 刷到这儿 你看这快到这个地平面了 赶紧去怎么样 涮笔 涮笔啊 我不演示 你听 涮笔之后 然后呢 再占取少量的颜色 我们要刮一下笔啊 好 用这种笔上的 你看我刚刚这个毛 是不是已经没有那么蓝了 然后用这个肚子 看肚上的颜色没有那么多了 是不是慢慢的渐变就出来了 好 你说这个渐变色不明显 不明显 趁它还是湿润的情况下 怎么搞 继续加蓝色 加蓝色 看到吗 它在湿的时候 你想怎么玩 它就怎么玩 它如果它干了 它就 这个纸就死了 它就没有火 它就不活了 那它水 如果水采失去了水 它就没有这种活的味道了 所以说你要趁它湿 你就要跟它玩 所以说你在 这个画的画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像是跟这个水啊 跟这个纸在搏异 就是你要控制它 这就是控水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虽然在说话 但是我其实眼睛一直在看着这边的水的一个情况 我也要控制我笔上的水 我笔上的水稍微多一下会怎么样 它就会 它就会扩开 就会产生水滑 水痕 看到吗 你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如果我稍微说会话 它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没有刚刚过得那么自然 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补救的方式的啊 大家不要慌 因为你在画水彩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那这种意外的情况呢 你不要下意识的就觉得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要重画 不需要 你看刚刚即使我们刚刚这个位置 我以为它好像有些问题的时候 它已经巧妙的避开了一些问题 到底下的位置 如果你还想让它更加清透 占清水笔 再给它匀一下 来 一个 就是有一个渐变效果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板子的倾斜角度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你的这个颜色 它流淌的这个速度 明白吗 如果你不想让它流淌那么快 怎么办 赶紧把这个板子放倒 所以说我们画水彩不需要画架的 我们是来回去 来回去动的 是很灵活的一个画种 明白这点的话 敲一个三好吗 敲一个三 你要先明白 你现在虽然说没画 可是你不要慌 因为有我呢 你你不会画 你画完之后 你给我私聊 你跟我说 我都会帮你 我开视频帮你 对吧 你不要慌 你先看 你看会是 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讲的比较细吗 你要记笔记 你要清楚 好 那这个渐变色呢 我们把它做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有这么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效果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画这个云朵 我办公室有个云朵小姐姐啊 每次说云朵的时候想到它 左边这个缝隙中有一个小云朵 我今天要教大家第一种画法 因为这个一堂课讲不了那么多啊 之后系统课的时候是全部讲 全部教的 该教的 基本的 你所看到的市面上的水彩的技法 以及一些东西 我都会通通教给你 好 把这个纸巾给它捏啊 捏你随便怎么捏 反正捏成一个你比较舒服 它就像是你的一个纸张 明白 啊不是 它就相当是你的一个笔 明白吗 它不是一个纸了 它跟你的手合二为一了 你的手跟你的笔合二为一了啊 好 用这个纸巾呢 去吸它 你看我 我故意等了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我不需要那么着急去吸 着急吸的话 它这个一吸 哎 这个水就没了 一吸水就没了 我演示一下 来看这边 水多一点 好 你着急去吸这个云 一吸 它过一会慢慢的慢慢的 它就会往那边去扩 我这个水可能还不是很多啊 稍微有些演示的这个 演示翻车 我再来一来一下啊 因为这个底是一个干底 多刷点水 好 多刷点水啊 这时候希望不要翻车 水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去拿这个纸进去 进行一个吸的时候啊 它慢慢就会扩回去 因为我的面积会非常小 我们之后画八开 还有这个四开的这个纸张的时候啊 你稍微吸一下 它就回去了 稍微吸一下 它就回去了 所以说它就会达不到那种云朵云层那种一朵一朵的感觉 尤其是 我有时候会吸药 非常用力的去吸这个边痕 就是吸这个云朵的这个边缘的时候 往往这种情况 它会慢慢的通过 因为我第一次是刷水的 它这个水就会慢慢往那测 它的那个边痕就流的没有那么清晰了 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左边的这个云 我们稍微等它稍微干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再去吸它 那吸云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当做我们的这个花笔 这个云朵啊 它就像是什么 它就是像是那种棉花糖的感觉 它的边缘是那种参差不起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吗 好 我们用点的方式去轻轻的去吸它 让那种 就是缥缈的那种云的感觉 让它慢慢的出来一起 就OK了 好 底部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再让它来上那么一点点的小云 看到吗 这个云不要太并排啊 并排就很奇怪 你这边可以稍微的去长 长那么一点点 明白吧 然后呢 让它的边缘啊 记住 边缘不要那么的明显 太明显了 会比较丑 因为我们今天这张图 它就是比较虚化的 虚化的 所以说我们要轻轻的去擦它 慢慢的去揉 我们今天这个云 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画法 之后我会教你们画那种大的云团 所以说这个方法 你看仔细了 你基本上就会掌握 但是你要记住我刚刚所说的控制时间点去吸它 小的敲一个六 小的敲一个六好吗 能看清哈 好 OK 能看清的情况下呢 我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画天空 大家来 纯看 好不好 画的时候我要说到一个点 这个点是我刚刚没有讲到的 大家听啊 不要跑神 这个时候 我这个水拿大刷子进行一个刷的时候 大刷子蓄水大 平头刷很好刷 所以说我会用大刷子 我刷到地平线的时候 大家告诉我啊 你们来敲一下啊 如果觉得是要刷到这个地平线 水平线以上 敲一个一 刷到水平线以下来敲一个二 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给我敲一下 敲一下敲一下 尾号15011 柚子鹿 这个1499 初晓 小布朗波 墨鱼侠 还有这个君 还有后面的这个我就不念了 可乐饼 好好好 OK好 大家打住 敲二的学员啊 它这个是对的 所以说这个真理啊 往往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的这个手当中啊 为什么呢 来听我说一下 这个这个水平面啊 水平面的这个位置呢 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这个地方只刷水刷的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水只刷这儿 哎老师你不是说光跨天吗 那为什么往下刷呀 我只刷到这儿的时候呢 哎呀好可爱 你们还说赢了赢了 哎刷到这儿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颜色它就会积到这儿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先想象一下啊 这个蓝色一旦积到这儿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看到没看这儿 形成一个边痕 那这个边痕你就要考虑这个边痕 我一会儿再要画这个底下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边痕跟我一会儿画的那个颜色 它中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边字呀 小的的话抢一个一 小的的话抢一个一哦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啊 要稍微刷下面一点点 给它有一个余地 让它往下扩 这样的话 它的水痕哪怕出现了 我也不会出现在这儿 我会出现在靠下 而靠下的这个位置 已经在我画海水的时候 给它避免掉了 我演示啊 看 你自己看我刷多少水啊 我整个刷了打湿之后 站了第二次了 好第三次 但不要水太多啊 这个往往这个事情 物极必反嘛 你太多了之后 那水都往下流淌 我天呀 颜色都在纸面上 轻飘飘的跳舞 那肯定也不行 因为这个 你刷多水了 是不是那个颜色 它只在表面上浮着呀 你想想 它就没有进入到画纸上嘛 所以这个水量呢 你要自己控制住 那尽量我对于小白的要求是什么 稍微多刷点 你宁愿多刷 你别少刷 你少刷 你就觉得会画得很干 我刚应该把这个线稿擦浅一点啊 忘了 我应该把这个线擦浅一点啊 忘了 好 这个时候我要继续测着了啊 测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后头 哎呀 你们太逗了 去吧去吧 初晓 赶紧赶紧去吧 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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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他们 打 打小手 不过你还是去吧 不然的话是吧 啊 我用的是宝红 我用的是宝红 就是最基础的国产的纸 没事啊 来晚了 没有事 我们先看啊 我现在讲到这个施化法的技法了 我现在要先刷水 然后测着看一看 我这个水刷够没 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 我们今天画的是个32开 什么概念 16开的一半 那么我们平时画画是16开 我们将来画画是8开 你那个水就要刷的 你要拿刷子去刷呀 对吧 你这个时候就不相担当于这个时候 它好像确实杆子没有那么快 但是你越刷这种大纸张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水要刷匀啊 不要漏小气孔 你可以让它喝饱水之后 过一会儿 吃会儿瓜子儿 再给它刷一点 轻轻刷啊 别用你的这个刷子用力 好 刷到这个底下 OK 好 那其实我用这个平头刷会比较好 因为我考虑到今天是我们的预热科 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小的笔 那我就用我的预生烟啊 预生烟 调色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大家就单看啊 好 大家注意啊 先看 群青 你看 趁它适中适的时候 我又来点群青 群青不要给那么多 但是最暗的位置 我可以稍微来那么一点 看到没 看到这种扩散没 其实这个也是检验纸张好不好的 一个语 一个评判标准 这个之后会给你们讲的 越到下 你的笔上要涮涮涮笔了啊 涮完笔刮笔 把这个底下 匀匀匀下来 好 到这儿不要换了 不要再在这儿再来回擦了 没必要 就换到这儿就截纸 好 好 我比原涂当中的这个蓝色会稍微的深那么一点 好 我用这个笔把这些下面的这个水给它吸走 好 我要再静置一会儿或者是看一下我需不需要有一些地方继续去加深 那么来看一下啊 好 那我觉得这个度它就是一个OK的我今天是没有表指的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湿化的效果就已经出来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着急把这个板子放倒啊 因为这个板子一旦稍稍微放太倒了之后 它的这个水就会进行一个回流 那这个回流呢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你这个颜色水啊 这底部的水往上去冲 就导致你本来画的是一个渐变 上面的这个位置就会导致有一个水花 水痕 这个时候它的板子和这个纸它肯定是会多少起鼓的啊 鼓起来了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问题 好 至于底部的话 因为你是现在是侧躺着的嘛 我们就用这个清水比比肚子朝下 可以稍微的匀一下 再往下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让它自然一点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啪啪打脸什么东西啊 板子颜色太黑了像水胶带 啊 这边是水胶带 我没有就是之前的水胶带 我偷懒了 我没有把它接掉 我没有表纸 我没有表纸 今天这个 没有表纸啊 好 我要稍微静置一会儿啊 稍等一下 推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深浅的变化 就会逐渐的产生 那么左边的这张图呢 它的深浅变化就是这样 好 我要先刚刚说一遍 我们的这个颜色呢 我为什么要比原图画的稍微深那么一点 有人知道吗 因为我们今天是先刷水的 先刷水 就像我们的水当中去滴了一滴墨汁一样 墨汁那么黑呀 滴到水面里面是不是一下就扩散没了 那么这个底它已经刷了一遍水之后 蓝色它刷上去之后还会被底面的水进行一次稀释 所以说这个稀释的过程你一定要考虑出来 打游戏吗 大家打游戏吗 大家打游戏知道这个玩射手的话 是不是要有一个预判呀 对不对 你打打篮球 你任何的一个项目 你在在这个 比如说你要有个预判 开车也是要有预判 对不对 看到前面的路口 你要稍微踩一下刹车 看一下前面是不是有人要过来了 是不是 这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这种预判的这种东西 那你法师也要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么你要预判出来 你最后它干了是一个什么颜色 它干了之后 它那个颜色 是我想要的就OK 如果它是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的颜色了 那么你百分之七八十 你的颜色是化淡了的 明白吗 所以说 我现在单指的是我拿温纱 因为温纱是全世界这个品牌 它是非常透的 是它的一个特点 你用其他品牌的颜料 比如说非常鲜艳的白叶 MG等等 这个颜色 它就会显得 就是干了是什么样 湿了也是什么样 当然我们用的这种 就是这种效果 明白了吗 好 你慢慢就等它干 不要去碰它 为什么蓝色里面有很多黑点点 首先呢 这个黑点点呢 是因为我刚刚在擦纸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纸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纸屑 知道吧 这个点点啊 大家一定不要强迫症犯了 现在就要拿手去抠啊 这就是 没忍住手就要打手心 知道吧 因为我经常会有些 这个比掉毛了 这个毛就放到中间了 然后咋看咋难受 我就想抠 一抠完蛋 这就是一个水痕 就就就没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等它干 干了之后 这个东西 一把它弄掉就没有了啊 好 拿纸巾 开始吸云朵 原图的这个云朵 它非常的浅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去突出它 它就是一个很浅的东西 有时候这个云朵啊 你不要去抬头去看那些素材图 你随便怎么画都好看 你反而是那种 就是盯着那个看 它那个感觉就出不来 它那种虚妙的感觉就出不来 好 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明显啊 因为你看 这个我靠上一点吸了 所以说它非常明显 那我刚刚有说了 这张图也没必要说啊 那么明确的一个云朵 所以说我已经教会大家画这个云了 你之后这个背景刷的颜色深一点 它的云朵就会比左 右边的这个啊 更加清晰 但是我们这张图 这个度就够了 好 稍微要有那种淡淡的感觉 微微的感觉出来 这个地方边边 可以稍微来那么一点点 就好像吐出来那种感觉 好 稍微吸那么一点点 然后那个感觉慢慢的微微出来一点点就好了 如果你还想在其他地方自由发挥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不要画太多了 稍微点上那么几点就好了 明白吗 明白的话 敲一个一 好吗 明白的话敲一个一 这个就是一个试画法的一个非常基础 看起来简单 但是会贯穿贯通全篇 以及乃至你之后每一次画水彩画都会用到一个技法 就是一个渐变 明白吧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会留有一点细微的这种水痕 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会要画海面啊 好 说完了我们今天今天天气多云 好 说完了我们的这个什么啊 试画法 不得不说我们的一个干化法了 何为干化法 刚刚我已经讲到 它有非常明确的轮廓线 它没有虚化 虚化法 它没有试画法 这么缥缈的感觉 那么在干化法当中 它还包括 众多的小技法 那其中有一个技法 它叫枯比技法 这个枯比技法呢 在国画当中呢 叫村 村 那这个技法在国画当中应用的会非常非常的广 画石头呀 画山脉 不同的这个村 它都会应用到 那在水彩中 我们也会应用到这个 国画当中叫村 我们水彩当中叫枯比技法的一个技法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技法啊 好 首先呢 我们需要拿到你的一支笔 那所谓枯比 也就是说 它的笔要很干 要很枯啊 就是很干 所以说这个时候手边要常备这个卫生纸 村 啊 这个这个字是比较难写啊 有学员给我打出来了 好 我们这个笔啊 嗯 你看 它已经沾满了水之后 它会非常多的一个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去用纸巾稍微去吸上一点点水 然后沾取我们调色盘里面的颜色 还记得我上一堂课 也就是说上周讲的时候 我经常说了一个灌篇的一句话 你们还记得吗 我说了一个啥呀 别吸我肚子 吸鼻肚子啊 吸这个肚子的这个位置 把肚子上的水吸干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手把它分开 小手啊 把它分开 它就会变成一种这种扁的 看到吗 扁的 那这种扁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再去占少量的这个颜色 那当然它的笔肚子上已经被我吸干了 所以说它仅仅是笔头上的这些微的一个水分 那么在这个纸张当中呢 我要侧着或者说平躺着不同的角度啊 随便 你要去去擦它 我们在这个地方试一下啊 看到吗 它会有这种非常扑鼻的一个技法 稍等啊 我把它移近一点 哎 这还移不近 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打开 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打开啊 大家等一下 我把这个第二个摄像头打开 来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看啊 等一下 我对一下焦 稍等 我对一下焦 你们在说啥 他们在说这个枯笔技法 枯笔技法在国画当中叫村 稍等一下 我对一下焦啊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啊 这个技法在国画当中应用的非常广 呃 在我们的水彩当中也会运用的比较多一些的 好 看清了吗 来看清的话给我敲一个一 我是不是放的比较轻啊 看到没 好 看左边啊 看左边 这块笔啊 然后我们去 干擦它 啊 干擦它 蹭它 呃 看着是蹭 其实我没用多大力气 因为我笔上已经干了 那然后我是侧着去躺 去进行一个扫 所以说 在这种扫的过程当中 大家发现了什么 它就能够表现我们左边图上的这个什么 水波纹了 我经常说这个水波纹怎么画呀 你看到怎么画了吗 好 我继续再演示啊 这个可能看得不是清 因为这个底色是有一些颜色的 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颜色加重 好 在它干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继续加重 加重 我不一定嘴比上非常干 我是适当的 有时候干 有时候不干 有时候流出那些微光 你们想啊 这个水平面上是不是 可是有些地方它是那个光感非常强 有些地方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光感 你看光感不强的地方 我就当它是海水 光感强的地方 啊 流出这种波光 我稍微慢一点 细致的去推 看到没 看到了吗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还想要再有一点那么海水的感觉 我们靠下的这个位置 我可以让它稍微的湿一点 对不对 有那味了没 来 看一下 颜色不够的时候再加点深色 看到吗 是不是海水的感觉慢慢来了 看出来了吗 是不是微光的感觉 好 明白这一点也 get到了啊 get还是get get到了这一点的话 来给我敲一个三 好吗 你敲三我就满足 知道不 你一敲 哎 我就教会大家了 那我不开心吗 要不然我巴拉巴拉说半天 没人理会我 然后也没人学会 要不然就是我讲的不行 要不然就是 对不对 没讲透 好 这个我就先放一边了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太太占味了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海平面怎么画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他就用到的是一个干画法了 他刚刚上面是个试画法 所以说我们在画这张的时候非常轻松 试画画放画完之后 我们不需要去管太多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画 但是这个底部要稍微稍微干一点点啊 这个时候用吹风机吹也可以 好 开始画啊 我用单纯吧 因为单纯笔毛比较长 我要侧着用笔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舒服一些 这个选笔啊 他虽然说不重要 但是呢 你要找到你画某一个部分 他适合的笔 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要一根笔用到底啊 你要去开发出一个笔的一个风格 你看这个大肚子笔啊 一捏 他这个甘村的感觉就不同了 诶 这个笔平头刷 你给他一捏 他也不用捏啊 然后你这样去撒草 诶 那个感觉又不同了 我不想拿这个给大家试一下 好吗 我拿这个平头刷给大家试一下 稍微试一下 你们看一下 啊 这个时候是干化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嗯 这应该是一个清晨的早上 它不是夕阳西下 我感觉它是一个清晨的早上 那这个位置的话 它比较的偏亮一点点 偏亮一点的 这个光的这个地方会更亮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稍微把这个水往下刷那么一点 其实是OK的 因为这个边缘痕迹 如果留的像源图中那么死 就是说 这个边痕流的那么的明确 可能会稍微有点奇怪 当然你控制的好的话 你把那个水痕给它抹掉 那么还好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要它透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扫的时候 就不要过多的扫到这个 特别靠上的位置 好 从上到下 我们来看一下颜色啊 用你的眼睛 眯着眼睛去看左边的这张图 看一下啊 上面的这个蓝色 海水啊 上面的这个蓝色偏左边 你们看 是不是比较偏向于群青呀 这个颜色 群青和孤蓝 好 再往下啊 往下看那个海水的左边的颜色啊 那个深的地方 是不是比较偏向于太晶蓝跟 这个湖蓝呀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一个一好吗 敲一个一 那就是因为它有颜色区分 给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一种视觉的冲击感 这也就会导致我们每一个人在画水彩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色感 所以说水彩是没有一模一样的画的 你哪怕零一张画没有防品的 它零不出来的 除非你说你画一个全部 嗯 也不可能 不可能零出来的 一张画不可能说完全去零的 所以说你要去玩 你要去自己去发挥 你不要去太局限 好吗 好 这个时候我就用到了这个 这个群青啊 大家看一下 不要用太多 因为我刚刚说到了群青里面有沉淀 我可以先把这个颜色调湿嘛 对吧 调湿了之后 我再刮嘛 刮完之后 我再 我再吸嘛 对吧 咋样的方法都一样 不要去记那些死的步骤啊 试一试啊 试一试 你看这效果 出来没 不出来再加水 出来的不明显 你再加颜料 你看 慢慢的让人感觉出来 我提前声明一下啊 这个 这个线稿应该擦浅 啊 用这个可塑橡皮泥 给它滚浅啊 因为我今天刚刚忘了 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个边痕 不是那么的美观 但是我就想办法去给它处理一下 就这个地方稍微往靠上一点 明白吧 好 去扫它啊 然后我们看左边那张图的时候 不要像看彩迁一样 我就两个小脑袋刮 然后呢 就一直盯着它看 就就看着它 我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点点呀 我要留出来 不要那样去看啊 把图片放远 放小 你看的是一个大的局部 你不是说超写实去了 你超写实也不可能是 超写实的人也不会说 是这样去看照片的啊 看到吗 它就会比较偏平 你看到没 它就会有水面的这种平的水流的感觉 这个就是平头刷跟这个刷子 还有一些不同的点啊 好 我再换这个 因为大家没有那个笔啊 我就用这个 好 这时候大家看 上面偏群青 别急啊 你越急 它越不给你 好好好效果 慢一点 花岛船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稍微避开 不避开也没关系 谁能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能盖住 让我看一下 我尽量稍微的动作慢一点 大家看得更加轻 看到吗 慢慢的那个海水的感觉就出来 我们不要着急 因为有时候你笔快啊 一下那个你没控制好 你那个水分一下多 它那个哭笔技法就没有了 这样就出不来了 这个笔肚子啊 要躺下 那这个控水啊 一定要控制好 好 继续啊 我你看 我在干什么 反复的在刚刚的 这个靠上的位置去 加深一些颜色 好 这个位置啊 有时候该用笔尖 用笔尖 该用肚子的时候 侧躺 好 有些地方 你觉得你的那个白色啊 画少了 你都不要慌 我们后面还有东西可以去 拯救它 好 这个地方看中间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它是有海水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比较湿 湿一点 干化啊 干化 只是干的 好 再往下又怎么样 又有微光 扫 扫呗 是吧 你要觉得 就是 控制不好的时候 你给我 我跟你说怎么办啊 慢慢扫 把这个笔捏 捏平 哎 你就给我一点点扫 听到吗 人家总说是什么 笨鸟三飞 嗯 他没有绝对的说 我就是 我就是有着天分 其实 天分是一方面 但是我们普通人很少说是有绘画的这个天分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一些系统的学习去达到一些 我们放到过去啊 40年前 50年前 就根本 你像大人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学 真正很多喜欢学画画的人 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机会 但现在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了 你现在看一下 你绘了之后 你去练 你去画 你去抱一些机构 他就能让你去学会画画 只要你喜欢 在靠下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继续再用一点水 嗯 嗯 海月靠下我 你看我用太阶兰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太阶兰比较透啊 嗯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近处的还是 我就没有画的像远处的这个播光那么多了 但是此时此刻呢 我要玩一个技法 大家看啊 认真看 他虽然说是干画法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干尸结合 怎么怎么结合呢 我刚刚刷的是清水 我现在刷的是一个看蓝色水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想要再玩 是不是他又变成试画法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的话 敲一个一 你看啊 你看 看 是不是 他就扩散了 是跟这边这一样 他就会非常能够表现这个水面的水波纹 这个之后我也会给你们讲的更细一点 我今天先这样戴几笔 这个也是控水上 现在刷的是泰晶蓝 泰晶蓝也就是偏天蓝色 看到了吗 刚占取的有点多啊 看到了吗 这个水 好 那你看我是不是在干化法当中 是不是穿插了湿化法 所以说一张水彩画 好的水彩画 它是干湿结合的 它不是说是全是干 全是湿 所以说 不要说你会干化法 湿化法 我就不学了 湿化法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表现出水 海平面的那种 透润的那种感觉 好 现在我们这个第一遍的这种感觉 已经出来了之后呢 嗯 我们继续要去加深它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利用了另外一种技法 叠加 继续啊 看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叠啊 什么小 什么小小小小爱的最爱 什么东西啊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给你们说一个笑话 我们办公室嘛 有时候大家就是在每天看作业打字 呃 然后我不住宿舍 就是我是住家里的 然后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老师是住公司隔壁的单位的公寓 然后呢 这有时候呢 这个有些事情我就不知道 然后呢 有时候我就知道的是全公司 我就觉得我是全公司最晚的 然后我每次就看林木老师坐我旁边嘛 我说 咋了咋了 怎么回事咋了咋了 我就就一脸这种非常渴望的看着他咋了咋了 然后林木老师都习惯了说 哎 小爱又想吃瓜 想吃瓜吃不到 每次都要想吃瓜 还要生齿 还要硬齿 我刚看你们发弹幕也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那个弹幕会弹上去 我在画的时候看不到 我看你们说一个啥 我说咋了 啥啥啥 什么什么 你看啊 他就是因为有这种深 他才能对比出来那个波光 明白吧 所以说浅色 他不是用 他不是用白色 所以说我们的白色是不用的 可爱们 有些学员说 老师我买了24色 我这个格子只有20色 怎么办呀 白色不挤的 肉色也不挤的 明白吧 肉色和白色都不挤的 你看我这个格子挤了吗 没挤啊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撇一撇 因为会比较慢一些 稍微细致一点 这个细致不是说 抠细节 而是去不断的去离远看 调整这个画面的大感觉 让它出来 除了你横着擦啊 你还能怎么擦 你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传媒画 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重色压着 这边就可能看不出来 你还可以 你看 还可以竖着去画 竖着去画的时候 它那个就会有那种 亮晶晶的那种波光 有时候我原来看到有一些 啊 就是画面当中啊 我一直以为 其实是电脑合成的 就是那种 像一个小猩猩一样 其实不是的 有时候那个大自然当中呢 它就会出现那种 像那种小猩猩那种 波光的感觉 就会非常非常好看 看到吗 好 这个底部也是稍微有一些干了啊 我们就稍微的给它戴上 那么一点点 好 波光的位置呢 我们先放到这里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 再次进行了一次什么啊 推销 不是推销 带户啊 也不是带户啊 这个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 然后呢 刚刚不是学员说 我感觉我课钱像带户啊 那这个笔 它就是非常好用啊 所以说好用的过程当中 它好用在哪里啊 我稍微演示一下下 等一下 我把这个演示完了 那个云朵小姐姐要拍照 大家看一下 这个高光笔啊 手上画一下 非常的顺滑 然后呢 你看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去画 你画那种小猩猩 明白吧 就是那种 稍微那种小猩猩 它 它扫描出来会非常好看 你们大家现在可能看不是 不是很轻啊 你可以作为一个白色 去画这种海浪的感觉 然后刚刚这边 我不是那个清水笔 那个 叫什么 铅笔没有洗干净 没有擦干净吗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来了一点点的深蓝色 这样有助于 我在画这个白色的水面的时候 它会更加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不要弄太多 明白吗 稍微的少来 那么一点点 然后可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作为一个画面的调整 然后有一些这种小猩猩 看到吗 波光的感觉 好 靠近这个底部的位置 也是可以少量的去 来那么一点点 看到了吗 我以为是撒白色点点 白色点点的话 可以撒也可以不撒 然后呢 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去通过这两种方法 去把你的海平面给它修整 更加的舒服和谐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深浅的一个 过度的变化 然后包括有一个 颜色的一个 你看 有一个层次 有一个走势 好吗 这个地方稍微深一点 这样的话 我一会儿写个名字的话 会比较 比较和谐一点 好 这时候让我们的 云朵小姐姐去给我拍一张照片 大家说什么 对 这个优化的店铺啊 在我们的微信账号里面 就可以搜索优化 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 里面是微店 然后这个 这个叫三菱 三菱的笔 你觉得就是我们的店铺的东西 都是质量会非常保证的 就是你要觉得不是很相信 其他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在我们店铺去买 因为我们店铺的话 就是提供给学员的 好 大家刚刚看我画的这些 觉得简单吗 或者说觉得有没有get到新的知识点呢 有的话给我敲一个一 直播带货 也没有带货了 这一根就几块钱 然后我们进货就进一点点 根本就拿这个赚不了多少钱 只是它好用 然后上一次有一个学员说我 在介绍画材的时候像在带货 然后我就那就带货 那就像带货吧 好 有可爱敲一啊 当然可能有一些可爱的话 它会在水彩这段时间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困难 因为最近我收到不少的一些学员说 老师我看了你的这个录播 什么是录播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报的中间这一期 会看前一期以及后一期 然后他看了我前一期的时候 他又画作业嘛 哎呀他就头疼 他就说水彩太难啊 我不会画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就是说为什么我把我的视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视频给你 你画出来之后不尽如意呢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特别每次堂课的时候都说了 就是我会给我们的客服宝宝这边就是就是说啊 你一定要安抚学员 因为我们又画主打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我们主打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直播 就是我们的一个点评啊 这个作业点评每天都在去点的时候 去指出你的问题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 我们老师帮我打出来了 我这个时候有必要给大家看几个作业的指导的对比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稍稍微收集了一部分 然后比较近期的 然后也有之前呢 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看一下 因为有些学员他并不知道 大家不用这时候退出去啊 我这个时候也不是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一些 这个内容 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分析水彩化的好与不好 啊 是我哭鼻子 我啥时候我啥时候哭鼻子了 啊 啥啥时候啥啥啥刮 我我怎么没吃到 好 先看一下这个啊 什么刮 我我说什么刮 我自己的刮我都没吃到 好 先看一下这个啊 来看 好 首先呢 这一次的 呃 这个画面当中呢 我出现了一个问题是白色花朵黑白关系的一个体现 好 首先呢 我是有私聊这位学员 我们即将就是我们刚三期的宝宝啊 我说你刚刚上传的这张是修载在哪里 我没有看出来 他说他修载了花果朵的一个左边 那其实我上次在说问题点的时候我说了一下 我说我们需要去瞇了眼睛和圆图去对比 这个字写错了啊 能感受到暗部的一个调色还需要再调和一些互补色 这个如果看出来之后你才能调 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是把它当成一个素描关系 然后把圆图调成一个黑白色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其实我说的是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我其实说的是这个位置要加深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加深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不受光源 光源是在顶部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底部不受光 底部的颜色就要暗 你不暗就会怎么样 就会没有体积感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些基础知识的一个漏洞 所以说我就在给他进行 他不是我给他点评了吗 他没有懂 我就会给他私聊 因为我就觉得他没懂 因为他改的不是我要他改的位置 我就说呢 我要看一下 好 我就给他发了两张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可能会比较小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右边呢 右边呢 是他的作品 我打的是你的作品 左边的是原图 那大家能看出来吗 大家能看出来的话 敲一个一 大家能看出来问题的话 敲一个一 光看黑白照 我说你观察一下 再结合我说的 想想是不是 是不是底部的这个位置 它的颜色会更加暗 但是看原图 这个颜图是一个粉色的啊 看不出来的 很多学员他没有知道 他不知道的 他没学过素描 他没学过素写 他没有学过知识 你让他一上来就画一个水彩 水彩是一个大花种呀 这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这 从西方传过来都多少年了 对不对 你知道一下过来就开始学一个这么 有难度挑战的花种 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太正常不过了 所以说你要指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就会进行一个调整和修改 那么他之后画出来的作品 就会非常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好看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面一个问题啊 这个其实我在讲这个时候 也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知识点 好 首先 我说 我看到你上传这张作品了 嗯 首先呢 我们在看一张学员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在点评的时候 是要看全面的 而且要看你能够在画面中改哪里 我们就改哪里 先去改原图 原图改不好了 有问题了 之后我再去重新画 所以说 并不是说水彩不能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我说这位可爱 这个花朵的一个结构 你是不是把它画成对边分了 我们来看花蕊啊 这个黄色是花蕊 它是不是这么画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花蕊 它是看我的手啊 它长成这样的话 那它就相当于被压扁了呀 它不可能这么长的 那它应该是怎么长的 你们想象一下 我把这个图放出来啊 它应该是这么长的 我就给它进行了一个截图 这些黄的是我画的啊 这个黄的橘黄色的 还有这个点点是我画的 因为原图没有那么夸张 我就给它夸张了一下 我说 这个点点呢 还有包括这个花蕊 它是立起来的 它有立体感 它有长 有短 有参差关系 有遮挡关系 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你没有去学习 你没有这方面的啊 就是没有那么细致的去把这个点吃透 那么它将来所有的花卉 我不说它都会画成这样 看到吗 它都会画成这样 我告诉它是这样的话 我们进行了很多的私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修改之后的 来看一下 来 呃 我们大家不要用 就是说呃 就是已经过来人的这个眼光去看它 因为它是一个小白 它学了几个月 这是改后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这个花蕊一改 瞬间 它的这个花 就没有之前那么的灰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 它之前那个花很灰的 我们来看 你看 来 右边这个花 它之前的这个花蕊 没点的时候啊 是很灰的 它点了之后 它就会有比较亮 所以说我其实说这张画 如果是嗯 其他的人看 这张画又重新画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张画 它还有弥补的机会 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弥补一下 弥补的这个知识点学到了 下一张 你就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了 那么你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你知道我们这个学员 他画画总是画的非常灰 然后我就私聊他 我说 我就说你给我拍一段视频 他就给我录了一段 他的一个水彩 占笔的一个视频 我就看到了视频当中 我说你的调色盒脏了 虽然说调色盒是可以脏的 我的也不洗啊 但是画花卉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是不能 再亮部用脏色 我说你在画这个时候 这个已经脏了 我说绝对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点呢 你在刮笔的时候啊 它刮了特别多下 这个笔它就成什么了 成干笔了 干笔会怎么样 来看一下画面 干笔就像画彩迁 有没有彩迁的可爱 敲一个三 敲一个三 彩迁的学员啊 会有一个弊端 弊端是什么 他就会磨 他就会去磨 他就会去用这种磨的方式 去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效果 所以说他就会改不掉这个习惯 或者说小心翼翼 也是性格 性格带给他的 然后也是对这个画种 不是很熟悉 所以说我就一直用 刚刚这个酷比的技法 我等他磨啊 来回磨啊 导致什么 这个纸起毛了呀 起毛了之后 这个颜色不上色了呀 所以说造成你这个颜色 就是怎么 就是灰的 就是灰不溜秋的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说我就告诉他了 这么几点 首先排除第一点 排除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用了 其他的手机 比如说安卓手机 它是有自带美颜功能的 它加了美白特效 磨皮特效 比如说苹果手机 它拍出来就是比原图要灰 所以说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问题 找一下原因 帮我去反馈 然后我才能因材施教 晓得了吗 大家明白 也认同我这点的话 翘一个三 所以说最知道 我今天给你们大家放出来之后 我就是想说 有些东西 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说的话 大家不会知道的 只有我们平时去努力 去做的一些 追求的一些东西 才是特别希望 大家能够看到的 你像我们 有除了那种点评之外 像比如说私聊 我会私聊他 你像不光是我的水彩 我们优化的所有的老师 全体的老师都会用这种方式给大家进行一个指导的 那比如说你的画面 你的效果 你的哪里 不光是指出问题 还会告诉你这个问题 用哪种颜色去调 用什么方法去弥补 看到了吗 比如说你已经完成的很好了 你已经画的不错了 但是哪些地方是可以改的 你就一定要改 你不改 你就是说我下张再画 不行的 你能改 你就尽量原图改 改不了的 我们再再再多画 看到吗 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一个 之后也是我们之后上课 我对大家都是这样 一视同仁 如果你上传了 有需要我进行这样指导的 我说不清 然后我就需要用这种图片去给大家细致的点评的 我就会这样的 看到了吗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风景办 那就是有了这种对 这种指导之后 你像我们的这个 这个缤分田园啊 他本来就画的挺好的 你看这张是本来就画挺好的 但是这个多肉呢 他失去了一点透润感 原因是什么呢 红色画的有点硬 红色没有往下过渡 所以说我就给他调整了之后 他就把这个红色啊 你们仔细看 红色和橘色再往下过渡的这个地方做的更加自然了 包括这个投影的边缘 我让他用白色颜料加水去弥补了 所以说他这个就 你看 就如果是你 我不去讲 你可能觉得这都一样啊 这改啥了 但其实就是这点微妙的变化 他能够提升一个质的改变 就是说对 更透了 是的 更透了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今天听到出小说 感觉自己大家都在进步 自己没在进步啊 不是的 你也在进步的 我在看的每一次 大家都在进步 你像我们班的这个菠萝 菠萝他也是非常努力啊 这是他第一次画 他第一次画的是一张课外作业 大家想想有多难 对于一个小白来说 第一次画一个多半的花朵呀 比如说这个牡丹呀 这种花着很多层的 好 他第二次画 我都没有指导 然后他第二次画 他这个色调完全就跟这个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觉得他第一次的这个小稿 其实就是一个试稿 他觉得什么颜色好看 他觉得怎么样去搞 怎么样去把它弄得更漂亮 他就去尝试 所以说你不要放弃 其实你们画的每一张都在进步的 每一张都在进步的 包括你看 除了除了你看 我刚刚说所说的这些 还有线稿上的一些修改 比如说你什么都不会 那线稿上我也会给你细致的去进行一个调整 嗯 你看小然啊 小然他本身是学彩迁的 他本身就画的不错 这是他画之前是 8月11号 看到没 然后他画之前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挺棒的啊 但是他花朵看起来跟刚刚那个多肉一样 少了一点水润感 这是因为他在技法上掌握的不是特别熟练 然后呢 他画这个张的时候是9月11号 时隔一个月 然后我们看一下对比 因为他是画的好的啊 可能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他的那个花朵的层次感 花朵的水润感 包括整体瓶子的通透感 以及叶子的这种表现 他会更加的熟练 水彩就是这样一个画种 你只要勤奋了 你只要努力了 他绝对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的 不然的话你光说难 光说啥 你一直在逃避的话 他就不会再进步 说完了这个花卉班 我们即将开课的风景班 我们的你们的师哥师姐们 今天大家都在 比如说路过的鱼啊 天地以白欧啊 这些都是我们上一期的师哥师姐 那像我们上之前给他们去讲的时候 我也会给他们发视频 他们给我发完视频 我给他们发视频 我说怎么去调色 怎么去练习 然后风景里面 我也会去讲 他哪个地方需要改 哪些地方没有需要改 那些需要保持的 我都会去讲 比如说近视远续的关系 前后的关系 处理的关系 包括这张画面整体偏灰了 但是我能够在这张画里面改什么呢 我就让他改什么 比如说远处不可能这么黑 这个黑色太多了 你要怎么办 清水笔洗一下 洗浅 用纸巾边洗边粘一下 浅一点 你这个画就会立刻不一样 底下的阴影 也是要仔细观察它的结构 我们要先去改 然后左边的这个枝干 它画的非常的短 没有构图的这种感觉 可以画的长一点点 这样的话 整体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不管你是有基础 没基础 来了我们优化之后 都是我们的学员 我们都会非常耐心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的 从来没有说是对个别的学员会有一些偏见之类的 可能大家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越来越可能照顾不到那么多的学员 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尽力 然后一直在努力着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我给大家 就是说的这些能够明白我们优化每个老师的这个 这个用心 好吗 这个时候可以刷鲜花了 小爱老师每次都是硬要啊 硬要不给就要啊 可以刷一了啊 好 我这个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画 好 提一嘴啊 因为今天是预热课 风景的水彩风景即将要开课了 即将开课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海报 我们会这期的海报也做得很漂亮 所以说大家想去学习的话 去联系我们优化的客服老师 现在你在打字的过程当中 就这个唐唐老师 你可以去联系他 同样在我们优化的账号里面 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客服 你可以去联系他 他们一定会非常热情的 给你们提供相关的帮助 好吗 好 那我就继续开始讲啊 谢谢你们的一 应该说谢谢你们的鲜花 哎呀 这个地方滴了一滴水 看到没 这个是A4打印纸啊 然后我让山阳老师给我打印的 好像一个好梦幻的感觉 像是什么 像是那种黑洞的感觉 看到没 大家报名之后啊 我下一周天 会在群内抽一次奖 送话 大家 大家报名了之后 因为我有时候在公开课抽奖 就是啊 也是 对对对我们的 就是其他的学员嘛 然后呢 我们对老学员 其实经常会有一些抽奖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是 拼手气啊 如果我们 在下一周的周天的时候 周天周天的那一天 啊 你有去报名我们的这个水彩 进入我们的这个班集体 然后我就会在群内抽一次奖 送话 好吗 好的 好 我们来继续开始说这个船啊 刚刚我没有讲行 我还是要讲行 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都是很多小白 呃 至于我们的有基础的可爱 你也要听 因为这个基础知识 他再听多少遍都不为过的 好 说到这个船呢 就是不得不提 我们的白欧同学啊 就最近 这一年多啊 一直在画船 好 这个船的这个底部 我稍微就用点 用劲一点啊 它的底部 我给它涂石 它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个弧度 船的底部不会说特别特别平 啊 它会稍微会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轻微的弧度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船啊 它就是一个剪影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它是剪影 它就是很简单 剪影反而更难化 知道吗 因为你要把这个轮廓线给它掌握的非常好 但是它不是采迁 采迁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准的一个气形 水彩不用 你只需要注意构图比例 舒服和谐 只要让人看起来 诶 是那么回事 你只要别难受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的准确 知道吗 当然啊 你画水彩画人物也是需要准确的 因为你看 你画画画草草呀 风景呀 你不准确没人 就是没人能够在意你准不准去 大家都看你大感觉 你的技法 但是你要是画人物 你看这鼻子 对不对 画到画到这个嘴巴下面了 这肯定不行了 好 定点啊 看 找到一个点 去定 我把它画的夸张一点啊 找几个点 好 这个更高一点 是不是 这个更在底下 中间的这个偏向于这个位置 这个点啊 你要跟这个下面去对比 这个点大家画的时候不用去起那么清晰啊 这是我给大家讲 你用你的余光去看 可以是轻轻的点一个点也是可以的 好 找这个弧度去把它进行一个连接 对不对 把它进行一个连接 白红最近没画船 白红说最近啊 白红最近去那个什么捕鱼 有线啊 然后这个弧线 看到吗 就把这个翻的这个感觉去给它画出来 好 我快速的去一图 好 首先一大一小 让它的这个画面 视觉效果舒服 舒服自然 就OK了 因为它就是个剪影 我们不是去刻画它 把这个剪影给它标清楚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底部去给它画一些海水呀 那这个时候 它能够通过这个比较深的这种感觉啊 能够凸显出来 它这个船的一个 能够凸显出海水这海面这个波光 知道吗 因为它有个这个重色去压着 看到了吗 好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船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小细节 你可以带上 比如说这个它不是一条线 它是有多条线的 它这个船帆这个地方 不是有那个带子吗 它会有那种多条线的 大家可以稍微的去点带 加上那么稍微细微的一个小细节 它就会有点不一样 好 我来说颜色啊 最近开始画街景 今天可能跟大家就是聊但幕聊的时间比较少 因为讲的干货会比较多 好 这个蓝色 大家看左边的这个图 这个蓝色在我们刚刚这个当中呢 它其实就是偏向于这种深一点蓝色了 它偏向于这种孤蓝 更深的颜色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水彩它不去多加水 它就会变得深 但是不代表你深 你就会很干涩 所以说还要该加水 也要加水 该打湿整体 打湿整体 不要只打湿尖尖啊 看一下 这个颜色它其实就比较接近于上面那张图片了 它又水润 你看我一点都不干 又水润 它又颜色深 就是因为它水的堆积到这了 同时它颜色用的比较多 好 这种度它就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你还想要深 大家知道蓝色里面加什么吗 上完三期能自己创作吗 我的课程 每一期都鼓励大家自己创作 因为我会讲照片 但是我会在讲照片的过程当中呢 嗯 就是拓展开 就这个照片 我们不要去去扣着照片去 完全去照照片画 我们一定要打开思路 然后要有自己创作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话才会更棒 这要加什么吗 哎 小影 还有黑 不好意思啊 墨鱼侠 差点读成黑鱼侠了 嗯 加加加红色 加点大红啊 来 你看加什么红来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个有个小支点啊 呃 加深红 玫瑰芡红都好 因为我刚刚这个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群青 群青是不是有紫色成分 大家想 好 那么红色里面这么多 里面 玫瑰芡红 还有紫红 你看带个紫色 玫瑰芡红 你看玫瑰色 它都会多少偏那么一点点紫色 比这些啊 比这大红橘红偏紫色 所以说我们可以 调这种颜色 紫红啊 芡红啊 深红啊 都是可以的 啊 加那么一点点的这种红色 看颜色就会变得更加黑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它颜色会翻得变得非常闷了 啊 颜色就会更深了 这是一个小方法 小妙 小妙招 那么如果刚刚有学员说的那个苹果可可说 黑 啊 然后白我说加褐色 这些都可以 因为这个我对于小白来说 你就这么加 那对于我们已经画得很很习惯了 这调色盘里面随便搅和两下 它也能画出来这种稍微偏深的颜色 比如说加一点黑 哎 加一点黑色 也能快速达到效果 但不要加太多啊 太闷了 然后加点褐色 你看我刷一下笔啊 加点褐色 特色里面再来点蓝啊 我刚蓝色没了 看 是不是也能出来 所以说大家 这道选择题 大家都没错 因为都可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的色感不一样 你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你只要这个颜色能够体现一个深 来 它不是一个浅 它是个深就OK了 好我们继续来画这个船啊 明白吗 我的可爱们 听困了吗 明白 敲一个一哦 纸面已经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干画法了 纸面是湿的时候 不要着急去画啊 我就随便加了 我这边 是什么颜色 我就加什么颜色 听精神了 哎呀 我这太难得了 经常说小艾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上VIP课的时候 因为他上太久了嘛 然后也很少大家聊太多 因为知识点太多了 说老师上课都快睡着了 尽量还做到这种 尽量要激情饱满一点 让大家都都能把知识学到 好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画啊 把这个颜色给他画漂亮 比上水分不要少 听到吗 你不要给我来 听听听听啊 听 不要拿笔尖给我这样描 晓得的话 给我保证保证一下啊 就心里给我敲一个一 心里敲一个一 你不要拿笔尖给我画 笔尖画 这废笔尖不说 还特别那事 你说笔躺一下 笔躺一下 稍微小细节你可以笔尖 但是不是说你光是笔尖调色 好留上一些空隙啊 缝隙啊 这都没关系 因为因为这个船只啊 它就会有一些缝隙 即使圆图没有带出来一些的话 你带出一些笔触也没有问题 樊帆 好啊 我们微博的可爱 可能没有照顾到大家啊 因为大家没有给我发弹幕 是不是 微博的可爱 所以说微博的学员的话 你们可以关注我们右画的账目号 因为你们现在关注的是主播吗 然后你可以关注的是 就是微博里面去搜右画 我们有很多免费的教程 可以给大家看到 好 底部的这个颜色 刚刚我们说 你们说的加黑色加褐色 这都可以 因为颜色可以更深一点 放轻松 你看一下啊 我这边再说一下 在这个船只上呢 如果我们放大去看它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是有小人的 如果你们放大人 爱抠细节的话 就可能会看到一些小人 它会有这种栏杆 看到吗 它会有这种栏杆 我画的可能不是那么标准啊 我觉得大概的话 它会有这种栏杆 因为这边有一个栏杆 后面有一个栏杆 然后呢 里面它就会有一些小人 在水彩中 表现这种虚拟的人 就是说远处的剪影的人 我们可以把它整体 就是把它一个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剪影 给它画出来 不要把这个脑袋 画的圆圆的啊 这太丑了 稍微就是把它整体 身上的一些帽子啊什么 连带的一个剪影 可以画上几个人物 明白吗 你想画就画 如果你今天画的面子大 你看我这画的小的 我都没有空去画这些 就是海调的人物啊 稍微带上那么一几个就可以了 谁谁要走了 拜拜 什么什么瓜 这个 这什么狼 狼王 一抬头就又没吃到一个瓜 如果你觉得这个笔的笔件不好用 你就拿听家 因为我们的新手包里面都配着这个听家 你要觉得用就用 但听家长啊 听家长 全部打湿 全部占满 不要只拿尖尖啊 特别费笔 加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 白欧呀 白欧在床上海 床上海掉 底部不要太平 稍微来那么一点 好 让那个小船的那种感觉慢慢的出来呈现出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会用到一点这个高光笔 嗯 他底色没干啊 稍等一下 因为他那个那个上面会有一些空隙的位置 这些位置你可以用高光笔的给他带出来 稍微的来上那么一点点 好 因为他就是一个小的剪影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去处理 那么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细节处理调整 他并没有画完啊 因为我们一张画面的时候画完了之后 我们要去整体的去调整他 去看哪个地方 我们去需要修补的一些地方啊 我们要去调整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颜色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深 那么我们如何用水彩中的另外一个技法 也就是说今天这堂课 你画完的时候 你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 画深了怎么办 用一个清水笔 大家看啊 用清水笔稍微的去拿这个笔尖去擦 擦完之后用纸巾 它就会慢慢变浅 那这种情况是针对于什么 针对你 你这个地方确实是画的厚了一点点 所以说它能擦掉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进行一个修补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方便 然后它也能达到一个效果 大家一定要知道水彩 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用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画水彩会用到丙烯 还会用到一些特殊媒介 你们之后再画一些风景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画 还会用到一些 就是塑料泡 还有一些沙子 之前我都没有讲过的一些 这样那样的一些相关技法 很丰富的 它这个很丰富的一个画种 所以说你说它难 我承认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你能去先去了解这个画 然后我们慢慢深入进去 我们先进了这个门 我们再往后走 它就会走得非常的畅快了 你不能说我就觉得它难 我不去学 我就放弃它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 看到了吗 知道这个方法了吗 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局部的去调整一些 哎你刚刚没有注意的一些点呀 那你去弥补一下呀 对不对 让它那种播光的感觉更加自然呀 那同样的话 你也可以运用这个水洗的过程当中 把它的一些形啊 就是海浪的一些深色到浅色的这种形啊 给它蹭出来 它扫描出来就会非常好看 这个边边你看我没画完 发现吗 这个边边因为我贴了个胶带 所以说你在贴完胶带的时候啊 啥 我又没吃到沙瓜 看贴完胶带之后 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 刚刚不要忘了 不然接了胶带之后 这个会丑丑的 知道吗 接完胶带之后就会丑丑的 好 我看一下 我离远看一下 我再调一下 因为这个图比较小 我们三期的学员都先都不要都不要走啊 因为我一会要说一下这个要 作业的一个小要求 还要总结一下一些知识点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稍微播光会有点多 看到没 看到吗 这个播放稍微播光点多 我要稍微的再加上一点深色 一张画画完了 不是说真的就画完了 你要稍微去看 好 好白色 刚没盖盖子 修调整啊 来 来 先把这个名字签上 嗯 也是啊 因为圆图本身 它就是一个比较偏蓝的色调 所以说加上了一个签名之后 白色的话就显得 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空了 五合十的楼画了绿灰 好 把这个胶带撕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哎 高光时刻 点高光 撕胶带 又说啥呢 我没吃上瓜 给我也说一说 好 我做最后的一个调整啊 小猩猩 小猩猩 如果这个纸张 它够大的话 那个猩猩会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这个纸张比较小 我猩猩的感觉出不来 好了 这还是吃瓜群众小 小尹 小小尹 别走啊 这作业还没留呢 就偷偷溜了啊 先先来大家 我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些知识点好吗 来给我刷一个一 不要睡觉 刷一个一 刷一个一 别走啊 因为这次后面的话 别走啊 你要听我说完 因为你要把你没说完 你一会睡觉 今天的知识点全面记住 这个总结是很重要的啊 可以看回放 那个双马尾的羊 你可以在微博上 一会可以直接进入看回放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的时候 不睡觉 想有一个聊头的话 那这个B站的回放 它是有这个弹幕 就弹幕的 然后它同时也是会比较高清一些的 比微博 好 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去如何看到一张画面 去调这个颜色 把我们的这个颜色去给它调好 调的舒服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这个调色盘里面的这个颜色 会有四个蓝色 我分别把它画到了这个位置啊 四个蓝色 那四个蓝色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 色卡你可以先不画 因为色卡第一堂课 我会教你们画 所以说色卡的话 你可以暂时不画 然后呢 你把你的这个色颜色 你去对比 然后你觉得哪个颜色适合画天空 你可以进行一个调和的比例 两色相调 或者说三色相调 就可以了 蓝色加蓝色 好 画天空的时候呢 这个板子 它一定要稍微立起来 然后这个水往下去流淌 让它的渐变过度的非常自然 看起来简单啊 但是在控水的上面 大家需要多下功夫 一次不到位的话 我到时候教你们弥补的一个方式 明白吗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干化法 干化法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擦这个云 这个云的话就要控制你笔上的水分 第二点呢 是要把你的这个速度稍微放快一点 如果你笔上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 你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笔上啊 肚子上全都是水啊 然后我就沾这个颜色 看到吗 我就沾这个颜色 它肚子上已经有水了 很多的水啊 然后呢 你给它扫的时候 你看 是不是也出效果了 看到效果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我快了 你看这是能滴出水的 看到没 看到没 这么多水 我刚刚吸了 吸了又吸 那这个就是 如果画大画的话 你稍微不吸 你速度快一点 跟上一点 这个哭鼻也能出来 明白吧 所以说你要多去尝试这个技法 有很多种玩法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云朵 这个小云朵的话 它就要拿这个去吸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云朵呢 它颜色会靠下 因为它短嘛 我们这个长 下面的肩便 慢慢肩便过来了 这个云朵就没有 这个云朵那么清晰了 这这些都是不重要的 没关系啊 因为后期我还会讲 更多关于云朵的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要求 好 那至于最后的 我们的这个小船呢 小船的话 你就用干画法 去利用我刚刚调色的方式 去把它的这个颜色 给它画出来 只有这个颜色 这个画面整体的效果 出来之后 那种感觉就会变得 非常的好 晓得了吗 那么我再要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堂课 是风景三期的预热课 我们是要把 这边不画啊 我们是要把这一张 画一张三十二开 也就是十六开的纸 画一半 你自己去粘个胶带啊 粘个四周 粘个胶带 去贴一个大小 然后去画它 画完了之后 我们要传到一个群相册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群相册啊 好 风景三期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相册 我们的相册里面 是由我们自己署名的 这是我们的QQ相册 相册里面署名了之后 我们点进自己的相册 进行一个上传 先点 再点上传 明白吗 来明白的话 给我敲一个一 这个开学典礼 我还会讲 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提一嘴 因为有些人不会 先导找到相册 找找找找找找到你的相册 点进去 再点上传 不然的话 你直接点上传 就传到别人的相册里面了 就给别人交作业了 好吗 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风景 我们交作业的一个地方 然后到下周 我会给大家 一一点评 大家的作业 大家不要害怕啊 我不会说大家的 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是零基础 才来报名 所以说大家大胆化 把你的问题暴露的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能看到自己的一个成长了 好吗 今天的录播呢 是可以在我们的B站上看的 大家想对我们的风景 有所了解 风景的报名 学习 因为还有 还有半个月多月 我们的这个节假日来了之后就开始 所以说大家想要去了解我们 继续加入我们的话 还有几个名额 那么大家就可以踊跃报名了 对了 好了 那那个小波浪波说 公开课的你的作业看了吗 那你听我说啊 我们的公开课的学员 也就是说今天没有报名的 我们的学员 你们同样可以画作业 我鼓励任何人去尝试水彩 然后呢 把这个作业 发给我们刚刚的客服老师 客服老师也很专业啊 然后他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的 他就会发给我 然后你们也可以通过客服老师 加我的QQ 然后呢 平时的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进行私聊我 明白吗 对啊 小影今天 今天的作业就是画这个呗 就是画这个的 就是画这个喽 就是画这个呢 找到了吗 找到了话 可以给我刷一个一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准点下课 希望大家能够 带着知识 睡一个好觉 哎呦 没问题 小意思啊 好的 看你们到时候看你们的作业啊 好 我回答你们部分的问题啊 粗纹纸和细纹纸的区别 粗纹 它的这个纹理会非常清晰 它越是粗 它越清晰 如果它是细纹纸 它可能扫出来就没有这么清晰 因为粗纹纸 它是有 它是有这种纹理的 它是有坑坑洼洼的纹理的 明白吗 所以说 粗纹纸啊 它会更好 中粗啊 中粗 因为中 大家不懂啊 中粗前面是细纹 细纹后面是 这是中 这是粗纹 我们选择的是中间的中粗 哎 不上不下 哎 既不是那么细 也不是那么的粗 中间的这个就刚刚好 好的 我你们就是加我之后 我就会通过的啊 然后明天是我们优化的工修 所以说可能会回复大家消息会晚一点 但是除了周一以外 我们平时每天都会看作业 然后回消息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可以发言发言 因为刚刚我没有看到 好的好的 对 发音学院啊 好的 到时候去那个我们的科夫老师会把你拉进我们的群的 进去 小尹不要把新人吓着了啊 190克的水彩纸是画什么的 190克的因为它纸张会比较薄 很像在我们又画的霍多福的190克会用来画彩迁 因为彩迁除了用彩迁纸画以外 水彩纸的细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很多人拿190克的纸去画彩迁 那么190克能不能画水彩呢 它也是可以的 我不能说不可以 但是它适合干画法 对 白欧书的类似于这种 嗯 莫骨啊 就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画一些小插画 画一些钢笔淡彩 190克是可以的 它纸薄它就会起皱 它起皱了就会鼓起来 一鼓起来你就不好画了 因为水就到处流 然后纸张会发皱 它就会影响你的效果 它就做不到这么均匀 明白吗 你看我今天没表纸 这个纸还是还是很完整的 你要拿一个A4纸试一试 A4纸多少颗呀 你们知道A4纸多少颗吗 120颗 我都是一套带走 怎么表纸 啊怎么表纸的话 大家都不用担心 我到时候就真的是跟个保姆一样啊 就包括你这个水啊 占几滴 我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的 我今天实在 不能在公开课堂上 讲的那么多 不是说不能啊 是不能够 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啊 去讲那么多了 所以说之后 我们的系统课上的时候 这个表纸啊 包括这些东西都会讲到 当然刚刚有学员问了嘛 啊我们的那个微信的账号里面 有一个表纸 我刚刚看谁问的 谁谁问的 苹果可可 谁谁问的 就是在那个什么里面 哦八音学院 谁谁问的 然后在那个右画的公众号里面 你回复一个表纸 他就会给你弹出一个文章 明白吗 那个学员是谁 明白 叫一个一 在公众号里面搜一个表纸 他给你弹一个文章 他就会手把手交你表纸的 好 这个学员问了 固彩 固彩跟管彩有什么区别 固彩跟管 管彩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他 是不是好占取 管状呢 他挤出来的话 他就会非常的湿润 啊湿润 所以说他占取的时候 一戳 哎 笔上就会有颜料 他在画大面积画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舒服和谐 但是固彩呢 因为他已经制作成了一个 这个固体膏 固体的状态 所以说他整体他都是一个固体的 用之前必须要用这个喷壶去喷湿 然后要静置一会儿 再去占取 就是占取上的不同 明白吗 同品牌的管状和固彩 其实其他方面都差不多的 知道吗 其他方面都差不多的 只有这个占取上 你像我们画风景 就用的这个管彩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要大面积刷水 画天画海 但是风景里面的钢笔弹彩呢 有时候我个人用固彩会比较多 还有问题吗 系统课时间长 然后更系统 然后 嗯 是的 然后跟大家关系会更好 就是 讲的东西会很多 反正就是讲很多东西 总之就是把你教会的讲 哪怕你这一期没学会了 你可以看上一期 上一期没学会了 可以看下一期 也就是说 报了一期学三期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三期学完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单独问我 就是这么直白 就是一个专心 用心 一心一意 做教育的一个机构 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个报名啊 这些东西 大家也理解啊 没有没有这个说白了 说说的直通俗一点 没有 没有大家去报名 就是没有我们 就是说的俗一点 没有钱的 我们也支撑不了 给大家准备这么好的知识 给带给大家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都是相互的 大家来报名 我们就会很对得起大家 就会 每一次课都会认信 认真准备 然后把更好的知识 带给大家 好了吗 嗯 画水 画水彩人物 是不是要用细纹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画水彩人物的话 画中粗的也很多呀 中粗很多 细纹对于小白来说 很难控制的 细纹对小白来说 很难控制的 就是他控制的好的话 他细纹 他就会好画 那种诗画法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好 你细纹就很难 很难去画的 所以说 我对于小白的要求 和一个 嗯 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用中粗 这样的话 不上不下是最好的 粗纹你们也控制不好 太粗了 但是我觉得学完花卉 学完风景 应该也能画花卉 啊 嗯 不一样的 因为之所以分了两个 因为风景里面 它是要画花丛 花丛 我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花丛是什么呢 花丛是一簇一簇的那种花 然后这种花呢 是在花丛 就是画花素里面 它不会说是大面积的去画 类似的这种花啊 画面 所以说我们就会需要用到 我们的一些诗画法 风景当中的一些应用的一个 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你像 呃作品图当中的 这张 啊 这都还这么这么大 哈哈 啊 这样看吧 怎么还这么大呀 你看这一张看到吗 啊 我还放不过来 啊 大家可能只能看到一小半啊 我就推不过来了 然后呢这个花呢 它就是一簇的这种花丛 一簇的花丛 是在风景当中 就会应用到很多 这样的一个技法 和一个方式 它诗画法用的比较多 大家记得啊 这个 这个干尸技法 风景跟花卉 它都会学 它不一样在哪里啊 技法 它也一样 蓝月 它技法 它也一样 它不一样就 不一样在这个步骤 还有它 它的一个宏观 和一个 这种宏观的角度 比如说我在画风景中的时候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色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构图 非常重要 这个构图 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画面的颜色搭配 是否和谐 因为你可能画几朵花啊 它不牵扯说是这个颜色搭配的问题 因为它来回就是那几朵花 颜色它都会比较那什么 但是你要今天这个是个小景 比较简单 你要画那种多的场景 你稍微有几笔的颜色 或者说不舒服 不和谐 你搭配的不不舒服 整体的画面的一个色调 感觉就打乱了 说花卉里面 它注重什么呢 花卉里面注重素描关系 注重结构 就是把这个花要吃透 把这个结构给它吃透 然后表现水彩 里面的一个湿化法和干化法的一个技法 也就是把干湿结合的这种技法 更加拓展的应用了 但是风景当中呢 是把一个宏观的点 就是大的一个 就涵盖的会更广一些 明白吗 花卉是把一个抽出来一个点 然后把它放大化 不断的去钻研它 去把它画得更加的好 这就相当于你们就是 画风景 比如说有些人画马 对不对 画虾 它就是把那个局部拎出来了 然后从这个局部里面去 讲到很多的一些基石知识 包括一些技法 会一样的 好啦 那还有没有问题呀 我先把我们的这个录播 我们就先暂停关了 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睡一个好觉 发生了个好觉 我们就先暂停关了 我们就先暂停关了 我们就先暂停关了